全市的职业整合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站了一个版面 在市政府网站的首页 首页里面它有一个叫做智慧城市3D台北 智慧城市3D台北 你们回去 那个网址是多少 那个网址 没看到 网址是 adm3d.taibe.gov.tw 回去你们可以看一下 在市政府的网站的首页里面 有一个叫做智慧城市3D台北 已经占了很全面的 那我们现在它用Google Earth的 它Google Earth 那个Google Earth 因为它现在这个网站没有下转 它有下转Google Earth的网站 所有的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们一点进去社区大学10年100层 有一个那个学习程式的简单的 六张图影片的简单介绍 在这边真正学习的 然后另外这边 社区大学10年100层的影片 马上点进去 马上就可以忘记了 这个是社区大学有网的网站 就要做查询 是你要做查询很简单 这个是台北一大 所以台北一大上网也是非常简单 再来就是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13小社区大学 他点上去马上接网址了 就是会接到 譬如说浑身色道 马上接传道 这个社区大学一点下面就有 这边一点12个社区大学会出来 他会在这里底下 所以这个社区大学 文赛社区大学马上就接到他的网址了 所以你们肯 现在肯你们对你们网站的微物都要 那个肯注意 那另外的12G的运动中心 你要点进去 譬如说文赛运动中心 他这里Google 20的话 就有文赛运动中心的模型了 那将来 将来我们 我们这边也会办理就是说 怎样去做那个模型 因为现在就是说那些机构 譬如说文赛社大师目藏国中 可是目藏国中 这边可能实际有一片空地而已 他可能不够20 但是我们会叫做模型 就是文赛在吉美国中 吉美国中的学校的校舍就会出来 甚至他会连内部外部都出来 所以大家你们去看一看 譬如说社区机构 故宫博物业 他故宫博物业的模型 就会出来 像学校的话 清蒙里中 他那个模型就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会陆续的 现在就是说到底 每一区有多少的学习东西 我们会挂上去 我们包括各级学校都会补上去 还有我们四地图书馆 四十二楼屋馆 两个智慧图书馆 四地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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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增加 所以说你们到底说 你们说你们要每一个区 就是说你们要编 齐齐地图的话 你们可以根据这边来找 这里的网址 他就全部都会出来了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 把这个各项都会弄出来 你们再根据 你们每一个学生区 再根据你们这个部分 再来做他的一个学习地图 那另外的 我们还会有还有一个公布 就是改学习地图的网站 我们另外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现在还没有进来 那学习地图的网站 那譬如说 现在我们点到 我们现在台北市 有十二所国中普校 那现在问题是说 十二所国中普校 他现在连结的 只有到那个国中而已 那我们会就有国中普校 譬如说 他是三年的 然后他学会免费 他的入学资格 或是怎么样的 以前基本的介绍 我们还会设立 这边来架设计 一个学习地图 所以当然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北斗社道 那一边的那个学习地图 可以再怎么样的加进来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再做研究一下 那原则上 我们现在 已经很突破了 就是 站在这个是 那个台北市政府的首页 里面就有一个 智慧城市三丁台北 那这个点进去 就有一个终身学习 因为那个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三丁台北 里面有台北 然后谈花卉博朗杯 就说你们对花博博朗杯 有什么不了解的 要怎样参观 有什么样的路线路 你们其实也可以来使用 这个花博博朗杯 这个地方 整样的路去都可以 休闲生活 交通知性 物质处理 我们去争取到一块 终身学习了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一个计划里面 我们现在正经到这里 所以我们明年 我们现在 明年的目标 就是那个 学习城市网 会挂在这里的最上面 学习城市网 那就是让民众 一打开四五所业 一进智慧城市台北 那个三丁台北的话 就会很快的 很快的 拿到民众对学习的资源 这个是目前 所以我们跟他交集到目前 努力的一个方向文化